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网络课堂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 新概念第三册第41课 Illusions of Pastoral Peace 首先我们还是进入词汇 单词方面的学习 好 第一个单词 Illusion 汉语一座幻想错觉 英语解释 An erroneous perception of reality belief 就对现实或者某种 观念的一种错误的理解 或者感觉 叫幻觉幻想错觉 好吧 好 叫Illusion 下面一个重要的词叫Bread Bread 什么叫Bread呢 Bread就是去 干嘛呢 To rear or train Brain up 就是抚养 培养 Rare Rare叫抚养 Train呢 培养 Brain up 也叫抚养 好吧 注意它的过去词 叫Bread 过去分词Bread 和面包那个词 读音是相同的 好吧 静音词给大家了 常用的是Brain up Cultivate Race 甚至加上刚才的Rare 都算静音词 好 下面我有一个重要词 Rapture Rapture 欣喜 狂喜 Rapture 英语解释就是Tremendous Joy 极度的高兴 兴奋 Tremendous Joy 好 我们下面 接着看下个词 Exdo Exdo 什么意思呢 英语解释是To Praise Highly 高度称赞 大力赞扬 叫Exdo Exdo 好 接着我们看下面 Superior Superior 这个词叫优越的 也可以形象的译作 比什么什么更优秀 注意啊 这个词如果用搭配 一定要用的是 Be Superior To Be Superior To 比什么更优秀 比什么更优越 一定用To 它不要比较 但是To不是Then 相关表达有 Be Inferior To 比什么逊色 比什么不如 Be Senior To 我们一场比什么年长 Be Junior To 呢 比什么年轻 当然Be Senior To 还有比什么资历深 Be Junior To 也就是资历浅 都是我们熟悉的 这个固定搭配 好吧 好 下面我们继续看 下面有词叫 Virtually Virtually 形象呢就是 In fact Or To All Purpose Actually 事实上 高级词汇 比较正式的高级词 Virtually Virtually 好 我们下面看 第七个单词 Dubious Dubious 什么叫Dubious呢 就是Arousing Doubt Doubtful 可以引起怀疑的 令人怀疑的 叫Dubious Dubious 好吧 来我们看 第八个单词 Privilege Privilege 这个单词呢 大家应该学过 在我们前面的 第四课 已经有这个单词的 词语了 汉语呢叫 特权 或者叫好处 我们再拆分看一下 为什么叫特权化好处呢 Pre 就相当于英语单词 Private 私有的 私人的 Leg 就相当于英语的 Legal 合法的 法律的 什么意思呢 你个人所拥有 又受到法律保护的 特有的权利 叫Privilege Privilege 好了 我们下个单词 继续 Misery 苦难 痛苦 Misery 好吧 Misery 来 它的形容词叫 Mise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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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 我们继续看 下面一个单词呢 叫 Acquaintance Acquaintance 什么叫Acquaintance呢 熟人 或叫相熟 一般动词呢 用作 Acquaint Oneself 对什么很熟悉 对什么很了解 好吧 这个固定搭配 Acquaint Oneself 我们来一个短语 A nodding Acquaintance Nodding 我们叫点头之交 Nodding是点点头嘛 这种交情不太深 点头之交 Nodding Acquaintance 好 我们下面 下面一个单词 Dwell Dweller Dweller呢 叫居民 居住者 一二是人的后缀 动词叫Dwell Dwell 居住 一般一个搭配叫Dwell In 相当于Live In 居住在某处 Dwell In 好吧 好 我们再看 下面一个单词叫 Exotic Exotic 什么叫Exotic呢 它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呢 称为 From another part of the world Foreign 就来自于外乡的 一乡他地的 这是第一个词 第二个词呢 Intriguingly Unusual Or Different Excitingly Extrange 什么词呢 令人觉得 很好奇的 不同寻常 或不同 令人感觉到 特别兴奋的 这种怪异 说白了就是 与众不同的 令人 异乎寻常的感觉 好了 今天的文章里 我们会用到第二个词 Exotic 第二个词更通一点 好吧 好 下面一个词 叫Descend Descend 本译叫降落 好吧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构词 Send呢 是Climb 爬行的意思 地呢 向下 向下走 这不就是所谓的降落吗 通常注意它的搭配叫Descend on 降落在某处 降落于某地 好吧 那么反应词呢 叫Ascend 上升 或者称为爬升 登山 对吧 好 注意它名词 对应的是Ascendant 我们称之为祖先 Descendant呢 对应的就是后代 后裔 好吧 Descendant 好 我们下面看一个词 Tuck Tuck什么意思呢 形象的就是缩紧 或者叫塞 大家请看 Tuck the shirt into the pants 我们俗称 一个人要出门 整装 把衬衫 衬衣药 椰进裤子里 把它呢 整理一下 叫Tuck 塞进去 好吧 来 我们看到最后单词 Obstinately Obstinately 这个我们形象的理解 就是固执的 倔强的 所以用Stubbly 可以替换 Stubbly Stubbly 好吧 Stubbly 好了 这我们对 这些重要单词的 一个简单的了解 熟悉